不该一个部位做的动作 那个部位去做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把它分成很多节 那我们这整个的动力运动的这个系统过程当中 想让它动作协调 或者想让它力量协调 或者想让它动态协调 都必须让它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部位做它应该有的工作 其实我们的舞蹈非常非常的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运动 只不过把脚法改变了 我们生活当中走路的时候是脚后跟 而我们在舞蹈当中 无论你是做 除了Pasodobele这个舞蹈以外 基本上全部都是掌平 就是脚掌拳脚 那这个过程中脚掌拳脚 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做支撑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骨盆和我们的身体 去做一个很自然的垂直运动就有连接 你的手臂也是一样的 你的手臂必须是身体开始运动 你的手臂才可以开始运动 那这样的话 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协调 是从脚膝盖骨盆身体到手臂 所以我们在Lumba当中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做时间步 2 2 3 4 1 是脚膝盖骨盆身体手臂 4 1 是地亚加地亚加达 那这个时候你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脚的动作 脚的时间 然后这样的话 脚的一直到你的身体的整个的顺序